这是什么比赛,让马龙激动到摔拍倒地 凡郑农在赛后采访,忍不住流泪 更是被刘国梁评为近十年最激烈的难党决赛 连续的压防守后,随便到正手 随便到中路后,扛住正手空挡 手局下来的防振动,发动迅速 一杆一网的曼日 摆住正手位小长脚,然后防拉折线 马龙的一个经典套路 反守的连续进攻,没有时期的过渡 一绑比一绑重 凡震动也是一比七,拿下手局 发出上的变化,配合正手的反拉 通过谈恋球的控制,放慢节奏 限制了凡震动的发动 每一分的得失都是进行算计的 战术的执行非常清晰 在连续的被动防御后,正手寻求反攻 防震动的两条直线进攻 还是从马龙的正手突破 控制了防震动的正手短半主台 打第二板的反攻 7比6,搬回一局 从第二局开始,马龙加强了谈恋处的控制 限制了对方的棋榜 非常稳健的防守 通过小球的控制 避开了反正动的防守锋芒 又是同样的一个情况 发球后的正手抢攻 每一分的进攻都哭得很细 在防守的比拼中 防震动更有侵略性 力量更足 节奏弱点的变化 轻重防击的结合 马龙在控制上 多做了一些文章 正手大脚的扑救 主动批长后 让出位置防拉斜线 正手的防拉中路 把球晓得很低很壮 刚好插网 不然这种情况 真的不太好处理 从守局失利后 马龙连锥上局 上方的发球轮 都把握得很好 有长短的结合钳制 强行测审防拉直线 接发球后的衔接 占得很定 相比前举局 有更多的准备 从防守卫的墙词打起 反正董率先提速 并获弱点 这是他擅长的一个节奏 一当加发球 拟出这个量后 后面的衔接 可以非常主动 抓住发球的机会 前三马的争夺 非常激烈 发球后的防拉 特别强势 控住两个大脚 调动凡正董 这板谈内凝拉 已经很突然了 还是被防正董 救了回来 三车段的马龙 非常有耐心 一板几句突然性的撤切 这也是马龙的特点 并或多 非常果断的接把球暴凝 强行的侧身 突破正手空档 同样的招式 马龙的防守 忽快忽慢 有明显的节奏变化 防守的节奏变化 翻漫节奏 空落点 算好了对方的下一板 落点 不断的控制 压住毛浪的防守后 从正手强行突破 得益于他高质量的防守 把球的弧线拿长 顶住凡正董 干扰了对方的胸辫折线 正手短的暴凝 盘住凡正董 拿到两分的领先 先控制后再寻求反攻 打到关键时刻 马龙的控制发挥了作用 领得三分 马龙拿到赛点 在节奏球暴凝后 顶住了对方的正手位大角度 抓房正董的正手短 最后是马龙 4比3 拎下了防正董 赛点玉